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一位人气健身网红因为太直率 引起争议后公开道歉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位网红透过自己的IG与粉丝们进行了问答 喜欢什么香味呢? 网红回答 生理的味道我会疯狂 马上就有粉丝留言 哥,生理发言可能会引起争议 我觉得删掉比较好 我想长久看到哥哥你 网红回复 个人喜好为什么会引起争议? 我喜欢生理味道 接着就有人问 为什么会喜欢生理味道? 网红回复 因为色色的只有我可以闻到 不用脑子想都能知道 这内容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结果这位网红上传影片道歉了 这几天因为我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说的是事实 我喜欢生理的味道 但是只限定于我吸奈的人 不管是月经,鼻石,尿尿 我都会喜欢的 怎么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很恶心 但是我不喜欢隐瞒 想要很诚实 不过我现在不是20万30万YouTuber 已经是50万YouTuber了 在外面也会有很多人认识我 我没有考虑到我现在的位置 在不适当的地方说出了这些话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不想狡辩 我是真的不会觉得我吸奈的人的月经很肮脏 因为太直率的发言 给大家造成不愉快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喜好取向是需要尊重 但是在很多人看的地方说这些话会给人造成不愉快 哥,你就上传运动影片吧 需要直率的时候直率才是好的 如果听的人觉得很不舒服的情况 直率并不是美德 这不就是想说我的错误是因为我太诚实了 不要用吸奈衣的人怎么怎么来包装自己了 看来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的发言是哪里有问题 不要把你的无脑当成是直率 说话是一定要经过大脑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说喜欢生理味道到底是有什么错 我看都没有人能说明 就只是在说做错了 生理是什么生育吗 那男人说喜欢男人 女人说喜欢女人 只要听的人觉得不舒服 说的人就做错了吗 不就是说了自己的喜好而已 对于这位网红的发言以及道歉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烈月份K-POP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EXID 29位Ladies K-POP女团品牌 29位Ladies K-POP女团品牌 28位CNC 27位WOA 26位IQI 6位 21位 25位 Ifr 10位 2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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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位 Evet 17位 25位 21位 21位 莫莫 랜드 20位 凱普勒 19位 维克里 18位 艾米斯 17位 太阳 16位 拉布 15位 《Promise Night》 14位 妈妈姆 13位 《Brave Girls》 12位 《Apink》 11位 《UJU 소녀》 10位 《Promise Night》 10位 《Promise Night》 9位 《Lyserapin》 8位 《Aspan》 12位 《Promise Night》 7位 《Oh My Girl》 6位 《Red Velvet》 5位 《Idan的 소녀》 10位 《Yoshi Night》 10位 《Lyserapin》 10位 《Promise Night》 4位 《TWIS》 10位 《Ivo》 10位 《Ivo》 10位 《Ivo》 10位 《Yoshi Night》 11位 《Yoshi Night》 6位女团排行一位是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参加模特捐款 英国女王IG宣传大使 郑富平分析结果 正面评价占73.84% 好的 今天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